中国人都有注意历史的传统,所以当看到现在的国足球员时,人们总是会想到从前的一些球星,比如说郝海东,范志毅等一些非常有名的足球运动员,他们都曾经留下了很多的传说。 其实郝海东和范志毅是国家队的队友,两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热烈,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国足的成绩。 郝海东和范志毅的矛盾,郝海东和范志毅都是国足的元老人物,曾经范志毅是国人的骄傲,他曾经是英超球队水晶工队的队长,在中国和世界足坛中都有着不小的知名度,郝海东是国内足球区中的老大哥,在中国足坛有着非常高的地位,而这两位曾经被传出不合国,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关于郝海东和范志毅不合的传言有很多,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,据说郝海东和范志毅曾经是国奥队的队友,但是当时郝海东的三千块钱被偷了,在当时,三千块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,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范志毅,郝海东和范志毅就是这样闹翻的,后来甚至出现了王不见王的情况。 直到米卢执掌国足后,两人关系还是十分僵硬,后来米卢调解了两人的关系,郝海东和范志毅才终于握手联合。 范志毅为什么叫大将军范志毅,曾经是流洋海外的足球运动员,不仅获得了两次中国足球先生,也曾经获得过亚洲足球先生的称号,是当时亚洲最有名的一位足坛球星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,范志毅就是无敌的代名词,并且他曾经也担任过中国男族的队长,人送外号范大将军,范大将军一直是本职的代名词,在球场上的范志毅个性十足,是一个非常高调的球员,而且指挥能力也不错,职员不惠的性格让人又爱又恨,很有大将风范,所以网友们才把范志毅称为范大将军。